今天是日本三一地震 建满十二周年 日本各地举行了纪念仪式致哀 在福岛县举行的纪念仪式上 受伤岸田文雄和与会来宾 墨爱一分钟 墨爱结束后 岸田文雄上台至此后 为罹难者献上鲜花 十二年前的三月十一日 日本发生规模九点零的强震 排名史上第四强震记录 正后引发了巨大的海啸 导致福岛的核电厂受损 严重的灾情让世界震惊 日本各地在地震发生的下午 两点四十六分 举行一分钟的墨爱仪式 福岛地区的民众 带着鲜花鞠躬置业 东京也主办了纪念仪式 民众和长驻岛 为纪念者献上最深的质疑